而为了行销推广文旦 农粮数结合了文旦策略联盟十大产定农会 推出了幼香礼券的行销活动 民众到全台湾指定农会超市购买柚子 并且登记幼香礼券先抢先赢 花莲瑞香农会则是全体总动员 忙着分级包装文旦柚 把贺刚文旦柚的好滋味 搭配幼香券的顺风车要行销到全台湾 从激喜选果到分级包装 入业后的文旦柚集货场内 灯火通明 入业香农会员工总动员 搭配农委会幼香券的推出 忙着包装出货 现场一片忙碌 农粮数结合了台湾文旦策略联盟 十大产地农会 推出幼香礼券行销活动 限量3万张 民众只要到全台指定农会超市 购买柚子并登记幼香礼券 先抢先赢 而为联盟之一的瑞士香农会也把握机会 以平均超过19元以上的价格 向农民收购优质的文旦柚出货 除了帮助在地用农行销 更让全国消费者能甩闲吃得到 油脂的荷缸文旦柚 幼香券对我们产地的帮助相当的大 那我们的农会员工也都在积极的赶工 希望能够尽快的把这个在地好吃的这个文旦柚 铺获到我们全省的各农会超市去 我们预计在9月15号之前 会把所有的文旦柚扑获到全省的各地超市去 民众到指定农会超市 单笔消费满600元以上的文旦 即可登记250元又香礼券 单笔消费满1000元以上的文旦 可登记250元又香礼券两张 每人先登记一次 瑞士香农会预计在9月15号之前 将幼稚的赫钢文旦柚在全台各农会超市扑获完毕 让消费者买一波 今年中秋节好好享受赫钢文旦柚的好滋味 记者时遇到瑞瑞采访报道